爵士强龙第2343章 霍尔多科夫斯基 霍尔多科夫斯基当然知道 齐等贤这不是在跟他商量 而是以一种比较隐晦的方式要求他 他如果不答应 那齐等贤手里掌握的信息 很可能会直接洒出去 到时候 雪国人民会怎么看待他 他又如何在雪国立足 托卡列夫斯基是死在你手里的 黑代的何去何从 当然由你来决定 霍尔多科夫斯基不以为意地说道 黑代 战俘 这两者是雪国最强大的黑道社团 前者掌控于托卡列夫斯基的手中 而后者 也有一位寡头支持 实际上 到了霍尔多科夫斯基这种地位 对于再大的黑道社团 都是有些看不上眼的 甚至 他动动手指 都有可能将之给灭了 但手底下有一个这样的帮派 却是能够带来许多方便的 有些事情交给黑道上的人来做 反倒是让人更加放心 托卡列夫斯基掌控着黑代 让黑代在与华国北方接染一带活动 干着走私的勾当 而赵家在北方扶持起来的地下势力 也凭借着与黑代的交互 而越来越强大 甚至让龙门都因此而黯然失色了 齐等贤满意地点了点头 说道 我会让黑代 切断与华国境内势力的一切来往 这样一来 赵家所扶持的地下势力 也就没有了强大的经济后盾支持 龙门要反扑 将他们给打掉 便容易了许多 霍尔多科夫斯基笑道 这对于身为华人大公堂领袖的你来说 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 何必要跟我说呢 齐等贤微微笑着 当然要说清楚 然后 你才好将消息传递出去 免得有人来给我添麻烦 我现在 已经没心情跟人揪揪缠缠 慢慢打太极搞钱了 谁要是在这个档口 撞到我的枪口上来 我一定吸了他的颅盖骨 霍尔多科夫斯基摸出烟来点上 微微焊手 道好的 请你放心 我会将这些消息通传出去的 齐等贤说到 霍尔多科夫斯基先生掌握着 偌大一个雪国60%的能源 我们未来或许还会有很多的合作 霍尔多科夫斯基笑道 我在财力上 已经登峰造极了 现在再多的钱 对于我来说 也只不过是一个数字而已 我想要什么 您或许很清楚 毫无疑问 新政府组建之后 霍尔多科夫斯基想要获得更多的影响力 而最好的方法 当然是当上新政府的总统 不过 绝对不是第一届 因为 新政府的组建 还会残留许许多多的矛盾 一些问题会被引爆 就算真的要去竞争总统 那也得是下一届 或者再下一届了 这个我可不敢保证 因为 无论是怎样的新政府 都会与新联邦 产生剧烈的矛盾冲突 齐等贤说道 也不一定 万一新政府从根本上改革 与新联邦有着共同的目标与追求呢 况且 新联邦虽然成立 但不可否认的是 大家都只是一个民族 霍尔多科夫斯基说道 等到新政府扫除了弊病 那么 与新联邦之间的矛盾便不再存在 两方多半还会追求融合 你要知道 弗拉基米尔国务卿先生 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 他不可能一直看着这片国土 呈现一种不团结的状态 齐等贤听后耸了耸肩 说道但你要是当了总统 那可就与自己的根基产生矛盾了 霍尔多科夫斯基道 我若当了总统 那自然是要为这个国家着想了 我的立场也理所当然会发生转变 齐等贤想了想 到那都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我们保持着联系与合作 到时候再说 他虽然不知道 扑朔迷离的未来最终会走向何方 但可以肯定的是 未来的雪国 会发生非常多的事情 会有一段很精彩的历史 霍尔多科夫斯基 像叫另外的几个寡头来说 还是比较年轻的 他有这样的野心 也是正常 与霍尔多科夫斯基 聊了几句之后 齐等贤便离开了 他并没有过多停留于此 而是直奔黑带的总部而去 要用托卡列夫斯基的这颗脑袋 来收服黑带 当然 光是一颗脑袋是不够的 但若加上 古辛斯基 与维诺格拉多夫 两个老伙计的支持 也就容易了许多 这种全国第一的黑帮 看起来强无敌 实际上 在这些寡头们的面前 也只不过是轻松 拿捏的玩具 与走狗罢了 收服黑带的过程 也是乏善可陈的 比较顺利 就算遇到一些 零零星星的抵抗 那也不算什么 齐等贤甚至都不用出手 自有雪国的职业军人 出手帮他解决了此事 然后 齐等贤顺手 就安排了两位华人 到社团当中来 并让黑带对外发声 暂时依附于大公堂 并且号召全国的混混 都与华人友善相处 避免引起冲突 先是有封叶国的地狱天使 接下来又是杰鹏的山口祖 最后是黑带这个雪国 第一大黑帮 大公堂 俨然已经成为了 盘踞海外的最强大的江湖势力了 这些接二连三的好消息 自然也是让加入了大公堂的会员们 感觉到余有荣焉 而在海外艰苦谋胜的华人们 也因为大公堂的国际江湖地位不断提高 而免去了许多本土黑帮的骚扰与霸凌 这让他们对大公堂也是由衷感激与认可 在得知托卡列夫斯基大势已去 被其等闲砍了脑袋的消息之后 赵家也明白 北方的一些根基也终将失去 对于托卡列夫斯基的败北 赵玄黄甚至并不意外 因为 他觉得这位寡头太过自大了 甚至已经引起了另外几人的强烈不满 在弗拉基米尔制定计划 针对他并施行之后 其余的那些寡头 果然没有放弃落井下石的机会 将他置于死地 齐布宇在雪国的事情结束之后 并没有立刻回国 而是让怨鬼押借宙司拥兵团一行人等回忧都监狱接受改造 他则带着团长巴顿 飞赴了米国 大决战已然迫在眉睫 藏在米国的终极后手 也是时候露出些许真容来了 第2344章 老马威武 其等闲也已从海外返回了魔都 他的行程并非隐秘 很多人都在暗中关注着 大公堂的大事已成 已经不用他在海外苦苦经营了 现在的大公堂 可以说是振臂一呼 从者云及 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 让大公堂 拥有这般影响力和凝聚力的 除了其等闲之外 也真难再找出第二个来了 天下第一 这个名头是一种负担 但同样是一种莫大的荣誉 魔都的天气 可就比雪国暖和多了 其等闲从机场里出来 整个人显出一种非常轻松的状态来 决战固然让人感觉到精神紧绷 但 在决战之前 若不保持一个轻松的状态 那又怎么发挥出最全面的实力来呢 从机场出来之后 他没有选择打车 而是不慌不忙的乘坐地铁 虽然花了一些时间 但并无大碍 看看时间还早 甚至还在附近找了一家不大的饭店 舒舒服服吃了一顿 赵思青在看到七等闲的时候 不由愣了愣 道你怎么回来也不说一声呢 七等闲说道 我这不是想给你老人家一个惊喜吗 赵思青冷冷道你说 谁是老人家呢 七等闲急忙长嘴 然后掺住赵思青的手臂 笑呵呵地道老妈别生气 我这是对你思念过甚 所以口不择言 赵思青有些想给他两拳 这家伙在外面倒是潇洒得很 让他去打理大公堂 他半路还能勾搭上一个大洋马 但这可苦了他赵思青啊 左右逢源 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 不过 这终究是他的儿子 再怎么生气 那也总不能真动手吧 让张天师和紫阳天师相助赵玄明的事情 是你吩咐的 坐下之后 赵思青冷冷地问道 是我 七等闲点了点头 你跟你爹一样 自大狂 赵思青沉声说道 或许吧 不过 既然背负了天下第一这个名号 自大点也无所谓吧 七等闲不以为异地道 别给我嬉皮笑脸了 不然真揍死你 赵思青一拍桌子 怒声说道 七等闲急忙靠过去 摟住他的肩膀摇晃着道 唉呦 老妈您可别生气 气大伤身 虽然您这保养得很好 气色也很好 但现在看起来 赵思青道看起来怎么了 七等闲顺畅地接话道 看起来已经不像之前那样 总是十八岁了 现在看上去 有点像十九岁了 赵思青被他这话给整笑了 无奈地叹了口气 道你这小子 东晴他们都说 你情商低 这不情商挺高的吗 七等闲道是啊 那这不过是世人对我的一种误解罢了 其实我是高情商的 赵思青满意地说道 嗯 情商又高 长得又帅 武功还这么好 更能赚钱 难怪能找这么多女朋友啊 七等闲说道我只有一个女朋友的 你别乱说 赵思青本来还挺满意的 但这话让他的脸色一黑 老火道 你少在这里给我掩耳盗铃 你知道我给你擦屁股 有多累吗 难怪 你爹成天拿着大棒要抽你呢 再来两次 我也得亲自动刀子了 七等闲不敢说话了 伊列纳今晚怎么没有随你回来 赵思青问道 哦 新联邦刚成立吗 他是个重要人物 还得在那边待上一阵子的 七等闲解释道 赵思青点了点头 说到没想到 他居然是苏斯乐夫家的孩子 真是让人吃惊 还有那个叶列纳 七等闲苦笑到叶列纳 跟我就只是上下级关系而已 你别想太多了 赵思青一巴掌往他后脑上甩去 骂道 我能不想太多吗 还不是你给我找事做 以后 也不知道要帮你擦多少屁股 七等闲倒想的美 我才不要软肋咧 赵思青愣了愣 他说的是给七等闲擦屁股的事 不是给小娃娃擦屁股的事 不过 回过神来之后 他的反应却很反常 没有生气 这倒是让七等闲心中暗暗诧异了 陈渝说他在南阳那边的工作 遇到了点困难 到时候 恐怕需要你过去坐镇三个月 帮忙出谋划策 七等闲说道 等这边的事情忙完了 我可以去的 赵思青说道 他还是很喜欢陈渝的 毕竟 这姑娘是难得的真心实意夸他做菜好吃的人 其余人嘛 有些敷衍有些刻意恭维 还有些纯粹是不懂欣赏 七等闲问到吴老之前在台上说的那番话 都是你教的吗 赵思青摇了摇头 道我没有教他说什么 那些都是他自己说的 我只负责全盘大局 小细节从不过问 七等闲愣了愣 赵思青说道 他心中是有气的 毕竟 报复未能实现 才华不得施展 他说那番话 算是把全国上下的权贵都给得罪了 但好在有酒亨保护 也无人能够害得了他 七等闲说道 吴老这样的人 才是国家与民族的脊梁啊 三十年众生牛马 六十年诸佛龙象 赵思青到他的人生 的确是得到升华了 以前倒是小看了他 没想到他其实内藏乾坤的 东晴呢 还没回来吗 七等闲终于问出了自己最重要的问题来 向氏集团最近快要垮掉了 所以胎比较忙 很多产业都被吞噬 总集团也面临被兼并的下场 赵思青淡淡道 但这话 他说的很轻松 而且还有点笑意深藏 显然 这个布局他是非常满意的 足以见证向东晴的能力 有这样一个出色的儿媳妇 当然是让人感觉到开心的嘛 我爹带着那个老实子巴顿 到米国去护航去了 保证云婉能带着米国的资金 落地于魔都 他还挺牛逼的啊 不声不响 居然搞定了宙司拥兵团 齐等闲惊讶道 你爹还是你爹 你要跟他学的东西 还挺多的 赵思青说道 好的 回头我就藏个私房钱 然后去到处抢劫去 齐等闲一答响指 高兴地说道 赵思青听后一正 若有所思帝点了点头 然后想着找帝都的熟人去 把他惯用的那马鞭给游过来先 之前徐奥雪和向东晴抖落出来的事情 他还没算账呢 这下 又可以多算一笔了 正说话间 大门解锁的声音传来 有些疲倦的 向东晴拖到晚饭时间结束良久 终于是回来了